持续来关心学生踢球所踢出的纠纷 愿赖素如日前代表家长 质疑中山和大龙国小在五人制足球赛中踢甲球 那么教育局认为说 校方的说法是说他们的战术运用 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接受 还扬言说如果不处分的话 就要诉请国际组总来仲裁 甚至不惜要把家丑闹上国际 回顾5月19中山大龙国小这场比赛 两边足球员都没超过中线只顾防守 议员质疑踢甲球 但主办的教育局却认为比赛有效 赖素如扬言要诉诸国际 因为教育局屠鸟的心态没有是非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公正客观的第三者 能够做一个公平的裁断 我们并不希望台湾的形象受损 可是我们觉得说要有一个是非公道 强调即使是家丑也不怕闹上国际 议员赖素如要以五人制足球协会 理事长的身份 向第三者国际足总申请仲裁 不过中华民国足协却认为 申诉恐怕不成立 即使足协认为不可行 但议员坚持提申诉 消息传到被点名的中山国小 他们更气愤 冠亚军决赛在急 这场假球争议却越演越烈 不论是战术运用还是故意踢合 一旦闹上国际 受伤的不止选手 校方还赔掉台湾形象 明星文中博与张军伟台北报导